《財智商打》 今天會和大家看看靚車 因為我知道青姐你的車都駕了三年多 是時候換一輛新車了 香港人很多 尤其是公司 三年他們就換一輛車了 這個可能是因為稅務問題 很多的資訊 是我身邊這兩位嘉賓 都今天和我們分享得到 在我身邊這一位 就是來自英芝傑大中華區的董事總經理 劉啟成先生 Hello 阿T 歡迎你 阿T 你好 另外在我旁邊的就是英芝傑大中華地區 及新加坡市場推廣總監劉啟宇 Elly Hello 英姐 Michelle 你好 你們是不是兩兄弟來的 話笑 工作上是兄弟 但是 圈圓上沒有關係 圈圓上沒有關係 都是 你說我不爆這個秘密的 今天為了他們兩個 我們爆這個秘密 這個團隊 因為名字只差一粒字 差點打錯 今天我們跟英芝傑聊天 因為這個集團 都是世界級 著名的 一家汽車的代理商 以及代理品牌 超過四十幾個 下一輛清淨要換的車 一定是新能源汽車 因為這個世界的大潮流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講一下新能源汽車的普及化 要去普及我覺得要多些選擇 我就不喜歡人家局限我去選擇 不能選擇 那局不局限呢 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擁抱環保 我知道 而政府去年3月 亦都是公佈了第一份 香港電動車普及化的路線圖 往來都要說 炭中和、炭達峰 目標2050年要達至車輛零排放 現在市面上究竟有多少新能源汽車 給我們的消費者可以選擇呢 其實現在市面上 真的有不同的產品給消費者選擇的 我們都很支持政府 去到2035年 全新的汽車出牌 就需要是新能源汽車 其實這個目標 都希望能夠令到我們一個更加乾淨的香港 所以我們很支持政府做出這個決定 當然在這個新能源汽車的選擇裏面 很多人遇到一個挑戰 就是他們每一個自己的充電設施 所以在選擇這個新能源汽車裏面 都要適切看到每一個人的需要 現在市場上有電車 也有hybrid 車 甚至我們現在常坐的的士 有石油氣加hybrid 的車 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新能源汽車 給大家選擇的 我想要看到每一個人的需要 去決定你選擇什麼產品 但是政府帶頭去推動是不夠的 其實都要有些人去配合 作為一個代理行 你們怎樣去推動這個新能源汽車普及化呢 有沒有什麼計劃呢 其實我們都有不同的新能源汽車 引入了香港 與此同時在新能源汽車過程裡面 都要考慮到幾個需要 包括充電 所以公司都代理了一個叫Shineider的品牌 也都提供一些電車的車主 安裝充電裝的服務 與此同時我們都會配合政府的需要 去考慮到包括新能源汽車的維修的標準 或者電池的回收 這些全部都應該在裡面做一個考慮 我們都希望能夠達成到真正的環保這個目標 Shineider 都是全球領先的一些在書店 配電裝置的工業商 是啊 我家裡的插數按鍵的燈牌都是Shineider 嘩 最重要是安全 有信心 有信心 還有很明顯 除了你們的推動之外 我覺得車款的選擇很重要 你知道有一款 好像總是自己駕出去 雖然是電動車 怎麼可能我不會買那一架 我覺得自己很像Uber的司機 像製服一樣 是啊 所以多些款式給我們選擇 除了充電裝的供應之外 有有有 除了美國最出名的牌子之外 我知道英知 我講的就是那一隻 我知道英知的剛剛跟長城汽車 簽了一個代理的協議 這個是民族品牌來的 它是不是經英知的第一次走進來香港市場 是啊 沒錯 其實英知的在亞大區 跟長城是第一個 國內民族品牌的合作 其實長城汽車 也是一個很獨特的汽車製造商 它是國內品牌的第一個 其實已經定了坦中和路線套的汽車製造商 其實這個方面 跟我們自己的集團 我們經常都提出一個 叫做 responsible business 怎樣去對整個我們的社區 社會 可以有更加負責任 其實這個方向是不謀而合的 還有其實長城汽車 它定了一個目標 希望在2025年 在全世界賣超過400萬輛車 而當中八成都會有新能源汽車 這個跟我們覺得汽車發展方向 就很吻合了 還有我想 除了這方面 為什麼你會想跟它合作呢 就是說 其實我想去年 21年都會是一個 挺有挑戰性的一年 我想COVID等等 長城它希望 這個目標是賣121萬輛車 但是結果它可以做到15%多些 去到128萬輛 其實都是一個挺難得的一個數字 我想我們跟它們合作 就會去代理它一個品牌 叫做Aura 我們會負責香港、澳門 無論由銷售、品牌代理 所有服務等等 都是我們負責的 我知道Aura是一輛小車 還有它們應該是 目標客群是一些女士 對不對 沒錯 首先我們都希望跟它們合作一些 所謂的新能源汽車 Aura是純電車的品牌 其實長城它們的業務都很清晰 譬如其中一個品牌 專門集中去做SUV 它一直連續11年 在國內都是SUV的 而Aura就好像剛才 Michelle這樣說 它是一個專門針對 譬如年輕一代 女性 一個電車的市場 其實可能大家都說 開車很多時候都很男生 但其實我們做過很多study 雖然可能最後車的名字是男士登記 但是Decision Making 其實女士在後面 其實影響力很大 對 我家裡買什麼車都是我發工的 哈哈哈哈 很簡單 都是她說事的 所以其實 但買米就是她老公說事的 對 反過來 不想要你老公就出錢了 對 出錢又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都覺得 這個定位是挺圓烈的 我們覺得香港都會有一個 挺interesting的市場 是的 香港的女性地位都很崇高的 我可以說男女是很平等的地方 還有女性出行的機會都多 因為我們都很多 會是雙職工家庭 要出去做事 還有我為什麼曾經都會 保持著兩輛車 因為老公要開一輛上班 而我呢 因為小孩子小 要載她去學習 載她去上學放學 其實又不需要一個很大輛的車 因為你不是成家出動 如果有一個小輛 其實出行很方便 尤其是在香港 大遠之地 有很多的停車場 你發覺原來 車身太高又有難度 車身太闊 轉彎又難 可能搞到人家停車場 很多色力長 我們上一次在上環的停車場 真的很驚險 她幫我看著後面的鏡 看著她都不敢看 因為真的太危險 我們要接著鏡進去 香港是有這個問題的 所以 你們引入一輛 真是Aura 這類小型的車 其實是 給到我們女士 駕駛下去 覺得 自信都快來 快來 所以你們那個 推售的策略 是怎樣定 首先我們覺得 新世大的人 一定會看上網上公 其實我們會打造一個 我們叫做線上線下的 我們叫做 Omni Channel 全渠道的平台 我們相信有客人 可能很多時候 他開始找資訊的時候 都是網上公 但我們都不會忽略 他們會下來 我們showroom的一個體驗 但我們要確認 他在網上公哪裏停車 我們落到showroom 我們會接著 不用你從頭 跟我們的sales consult 和由頭說 我昨天做了什麼 但不要緊 你在我們的showroom 做了test drive 可能你回去 再要開個家庭會議 不要緊 你回到網上公 你在我們showroom 做了什麼 你又可以在那裡開始 還有這個平台 不單止是賣車 你可能想搞燃縮 財務 甚至之後 要訂購服務 其實都會在平台上 一條龍服務 就是一站式 一看法一站式 其實是很方便的 但另外一個 我關注的問題 作為一個 不是車手 作為駕駛者 女性的駕駛者 其實我如果已經駕駛一輛車 是普通的汽油車 我都很想換新能源車 充電桩都不是問題 說真的 但問題就是 我的舊車 現在 這麼容易可以擺脫它 我是不是 如果想換新能源車的時候 trade in 舊車 會不會都有這個難度 都不會 其實我們都有我們的 所謂叫做二手車 好不好 我們會幫你做trade in 好像清潔來說 就是一條龍 是 完全不用擔心 是 說到二手車 聽說現在的二手車 比一手車更貴 我覺得這個 很有趣 這個現象 其實 疫情來說 當然對國人國二 零售都是一個挑戰 但在汽車行業 也變成了另一個契機 其實 過去幾年 有些客人真的走進來 就是想一個禮拜有的車 我不想再迫公共交通工具 嗯 變成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都算幸運 有一個平衡 但又不是每個人 會馬上考慮買一個新車 可能牌子三個收 變成他們都會考慮二手車 在我們來說 我們都會把一些很優質的二手車 重新是我們可能再收拾一收拾它 還有我們要確保 一個quality 我們會推出市場 我們會好好保證這輛車 是很像新車贏的服務 嗯 但我所說二手車 比一手車 可能會受到供應鏈的影響 這個供應鏈 真的對於整個行業的影響 都很顯著 是的 有一期運輸車來香港 訂了車 運到來香港 那個旋期 都完全是沒有把握的 所以有些朋友 真的等著一輛車來開 是寧願買一輛二手的 這樣會影響到你的生意 那我想影響一定有的 其實全世界都像新車所說 有些要等 這個晶片是其中一樣的 生產鏈 甚至是我們所謂的物流 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但我想我們因為自己本身 跟很多汽車品牌的關係很好 譬如我們跟Toyota都工作了超過55年 我們中間有很多默契 如何去靈活去處理 或者將一些課期 怎樣去 這個你可不可以 在不同國家調給我 或者有些 我們覺得市立了 不如我們遲些再調配 我想有很多比較靈活的合作 是因為我們跟他們的關係很好 變了對我們 不敢說沒有影響 但是我們覺得影響 都相對小 我第一輛在英國 駕駛的車 真的是Toyota 1.6 Corolla SR 是 很長的 很樓勢 很漂亮的 其實我們買一輛車 最重要是 除了考慮到 由於新能源車 就是充電 買一輛新車 就要看看自己的二手車 那你的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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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容易找到 我發覺Toyota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呢 因為它那些零部件 那些PASS 是很容易找到的 不用說 好像有些歐洲品牌 它要等兩個月才來到那個泵把 那就糟了 我想客人要考慮整個售後的配套 有些家人都買二手車 它最擔心的是二手車的歷史和紀錄 很多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撞過 這部車也不知道誰用過 Technology 錄的理數是否真的 所以我們和方田那的人 去香港 我們都幫每一輛二手車做出生指 亦都有KL cuma 方田祥和本地同事認證 所以客人去買這部車 可以看到他 referral 車的記錄很乾淨 沒有車碼 亦都是可以得到你們把車轉手的時候 用KL Code 的話 你的新的賣家也知道你的車是記錄 這個也是令到客人安心 現在車的記錄這麼乾淨 你換搭機的機會都會少 信心的保證 因為車的前世今生 你都幫我們研究過 很重要的 因為我試過我們買車 有朋友還要賣給我們 不熟不熟 原來車是漏油的 在英國的牙煙 另外又試過 有個朋友想買很貴的車 給我5000cc的大約 我已經不介意了 但是後來有另一個第三者告訴我 清姐你不要買他的車 他那一輛 你去另一半炒到爛了 整個駕撞到連駕撞都出事 這些真的沒有人告訴你 你不知道 這樣很容易買錯貨 出事 因為在市場上經營二手車買賣的平台 都相當之多 但是其實大家的質素 又沒有一個很完善的監管 這也是一個大問題的 我們都希望推動這個業界 有一個更加清楚和透明的 其實最後希望每一個消費者買一輛車的時候 我只是越來越用的 最安全 是不是我到時買了一輛車 真的有問題 但是我又難道負責賣賣出去賣給別人 不跟別人說嗎 這個很尷尬的 好像正月華仔要找一個朋友去買 又不可以講一個紀錄 所以我們其實希望推動業界 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標準 可以安心的 Ethics 也是社會責任的一種 說開車除了是消費品之外 也有很多人說是經濟的行鼠表 車市是可以反映經濟的 你們兩個做了車這一行那麼久 是否真的可以反映到經濟呢 車市 這個主要是 我想香港現在的經濟 都是有些挑戰 我們都希望透過開關 避免那些空間的時間 可以縮短 可以幫到經濟 其實隨著經濟的影響 買車的人真的會審慎了 不過同一時間在COVID 客人剛才都說過 大家都說過 希望不想坐公共工具 他都想買一輛車自己用 我們看到我們公司也很有不同的產品 包括私家車、的士、小巴、貨車 也都能夠令公司生涯平衡一點 我發現了一點 公共交通工具 比如巴士的車的密度好像疏了 你覺不覺得到 班次少了 班次疏了很多 等了很久 港鐵路線又多了 在巴士這些公共交通工具 不斷調整他們的策略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 我覺得如果不能夠通關 就多一個契機 是壓劑來的 因為很多朋友他們的廠 他們每天都原來要開車上東莞看廠的 通常一跑那些車 他們就買一些 CC很大 馬力很大 如果能夠是用到新能源車 那個續航力夠強 對他們轉換新能源車的衝動 那個意識應該一定提高很多的 有很貴的 有二十多元一列 以前說八百元打爆油缸 現在一千元都打不爆它 我們最近Elly和我都有不同的時間 出差去新加坡的公司 我們看到新加坡的檢疫的需求沒有那麼高 你看到經濟比較緩弱一些 內需是很大的 願意出行 我們發覺如果能夠將 譬如香港暫時一個國外關 如果能夠將它縮短 譬如現在三加四載縮短 我相信能夠帶回多些做生意和進來香港 一定會將香港的內需提升 好 最後一條問題 香港在新能源汽車的普及化進程 相比你們的地區 例如剛才說到的新加坡 其實進度是怎樣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十輛車裡面 現在有多少輛在街頭逃動的 我還沒換的 其實香港真的要走得很快 我想如果在新車的登記來說 十輛有六輛是電車 新加坡是沒有那麼快 我想十輛都是一輛左右 我想其中一個不同的就是 我想我們政府在推動安裝充電的設施 是力度很大 還有有一本一的計劃 而在新加坡 他們的政府的資助 就不單止局限於電車 例如我們所說的運能車 那它都有資助 變成了它的選擇也多了 變成了香港的普及化 是比新加坡更加快的 但是很多年 其實為什麼 差我們兩個秒 我們會擁抱環保 下一輛車我就買新能源車 下一輛都是 我們已經開了家庭會議 我們已經說 下一輛應該都是電動車來的 你要解決了充電的安排才行 因為你會改變你的生活模式 是的 我們家樓下的停車場已經安裝好了 所以現在有些停車場 那些場主 他們都認為新能源車是大趨勢 所以他們在搞停車場的時候 都會配套這些設施 你用不用 有一回事 但是起碼有 它的車位都值錢一點的 那你開了家庭會議 有這個共識就好了 那待會可以和英智杰慢慢再談 我就要等主人去決定 那我先抄定你們的牌 沒有問題 謝謝兩位 就是劉啟宇Elly 和劉啟成 謝謝兩位 謝謝 D&T